夕阳缓缓升起 湛蓝天空搭配 雨面环绕美不胜收 6号清晨5点多 玉山地温降到-7.4度 可惜高山水气不足没有降雪 但想追雪的民众下周机会来了 大陆冷气团影响时间 是在10号11号这两天 那水气来讲的话 目前看起来并不是很多 虽然8号它还是算是回温的状况 不过在3000或者是3500公尺以上的 高山它这个如果说水气配合的话 它的温度目前来看的话 都一直持续在零度以下 最有机会降雪时间点 就落在8号入夜到9号清晨 虽然冷气团稍稍减弱 但华南云代东移 水气配合之下高山有机会飘雪 有两波冷空气 第一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 6号晚上这一波冷空气 温度会下降 会持续到8号的清晨 那另外一波冷空气是更冷的 就是大陆冷气团 它在10号的时候会难下 两波冷空气接力报道 周日到下周一 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骤降7度 低温只有15度 迎风面临新降雨 下周二短暂回温 但受到华南雨区影响 桃源以北东半部会有局部雨 下周三再迎来新一波大陆冷气团 预估周四最冷 北部低温有机会下探到13 14度 而下周重头戏13号投票日 这天全台有望放晴 预计到礼拜六投票日当天 也是非常晴朗的天气 清风面可能还是有一些局部的 短暖阵争 但是大多数天气是不错 也非常的温暖 下周天气忽冷忽热 温差大容易伴随疾病 找上门 高风险国民族群都要格外留意 今宿黄洁黄荣 看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